早晨各位,欢迎大家在星期六这段时间来参加这个座谈会 我看见今天大部份都是家长 这个情况也很有趣 因为我记得前几年我们搞的时候 比较多是一些学生都会来听 但是现在主要都是家长 这个情况也很看到大家对于现在自己的孩子要读书 要怎样去选择或升学都非常紧张 今天我们就有两位嘉宾 一位嘉宾就是Raymond 亲切点我们叫Raymond Raymond在教育界和生涯规划方面都很有经验 Raymond很多时候都要对着很多学生 其实都给予很多意见 以及会帮他去做很多简科的辅导 而另外梁先生 梁先生就是之前 其实很多年就在一些公司的大企业 那里做一些高级的管理人 近几年就自己开始创业 做一些跟数码和教育有关的生意 其实也跟很多年轻人一起去工作和聊天 所以也有很多意见 所以今天我们会有两方面的角度 一方面就是从教师或教育界 其实会怎样可以帮到学生的角度去说 另外梁先生就会从一个雇主的角度 就是说当同学他选择了一些学科之后 将来出来工作的时候 究竟会不会都可以帮到他 我想梁先生也会给到很多意见 首先想跟Raymond谈谈谈 因为今早 另外一位讲者 吴宝城 其实也说了很多是联招意外 其实如果那个分数 还未可以有把握 进入联招的大学 那其实还有什么选择 其实Raymond 我知道今天也准备了好几个案例 其实在学生上 在成绩上 如果真的未必可以进入联招的大学 那其实跟着他们的学生 可以怎样去做呢 那这里我想可以让Raymond先讲一讲 好 谢谢 各位家长早晨 我今天也准备了大概有六个案例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我的学生 实实在在 我自己去做学生的辅导的时候 和他们谈谈如何去选择出路 其实很多时候家长可能会想 我人生上我的儿子 或者我女儿 或者我小朋友觉得 我一定要进入八大 其实这个可能是他们 这么多的升学选择里面 其中一个的方向 但是很多时候 很坦白说 我自己学校里面的学生 进入八大的人数 未必是这么多 反而他们会选择有其他的出路 所以今天我准备的案例里面 多数有些都是说他们 除了八大之外 还有什么的选择之外 另一样东西 就是也准备了一个 入高级文贫的学生的案例 和大家分享的 那不如我和大家先讲一讲 好了 这个第一个 就是一个关于医护行业 很多时候 近几年其实很有趣 我的学生 很多都是对于护士 护理 或者对于医疗 其实他们也有兴趣 其实你看到这个学生里面 所得的成绩 3333 343 其实这个是达到了 那个联招里面 那个入学的门楼 但是 若果以这个成绩 你进入CNU 和入CU 里面的医疗 一定是进不了的了 因为基本上去到28 29分 我才能申请进去 所以你看到我计算了 4C加2 Best 5 Best 6 我今年特意计算了这件事 给家长你们去看 因为呢 今年是很有趣的 你看报纸 你会看到 我说这么多大专码 很多只是计Best 5 就是计算最好的5科 但是呢 大家加上我都想带出一件事 就是 请你们记住一件事 联招计法呢 他现在呢 有大部分的大专码校 是计六科入学的 就是他要计四个主科 加两科船兽科 进了门楼之后 他才是再计算你最好的5科 所以在这里里面来说 对于小朋友里面的选择来说 也是多了一个门楼的挑战 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比如面对我这个小朋友 他在这个成绩上 他想读医护行业 究竟有什么选择呢 当时呢 我们就继续跟他去谈 那当跟他谈的时候呢 那确认了他 真的想做护理行业的时候 那我们就去看了 护理行业究竟有什么选择 除了医生护士之外 还有什么选择 那这个呢 我们通常就是拉阔了 学生里面的视野 其实你不单止 只是做医生护士 助产之类之类 都可以做的 那其实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那他的选择出论 就会多一点 好了 谈完之后 学生最后想想 我也是很想做这个护士 好了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可以怎么去做呢 那当时呢 我就跟学生去搜寻了 几间学校的 第一就是公开大学 第二就是明爱 第三就是这个东华学院 其实他们都有开一些 一些的课程 是给学生可以入读这个护士的 好了 那其实呢 之前我准备了这个护士 还有一个机构 DI今年新开 但你看到我没有放进去 因为呢 其实我为什么不放进去呢 其实这里呢 我学生最后选择了这个明爱 那因为呢 其实我跳一跳先 不好意思 因为呢 很多时候呢 这次吴先生说了 我们要找回他的专业资格 台湾回来应不应受 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很多专门行业呢 他们是有一些专门的一些机构呢 去评定 他的课程是否达标 那么呢 这个呢 这个护士的护士管理局呢 其实他就会 罗列了一堆的 哪些院校里面所读的一些护理课程 他读完之后 可以成为一个 一个的注册护士 或者一个的登记护士 所以呢 如果家长当小朋友跟你说 很想做护士 我建议家长呢 真的和你的小朋友 一起上去看看里面的课程 我网子都打给大家的了 你可以拍一拍 然后呢 回去看清楚 然后再去选择 那你不要选择了一点 因为呢 坦白说 做护理呢 近期呢 我收到一些circular 就是说 什么学会 他可以读护士 但是读完呢 我在上面我找不到他的资历 其实他读了 他做不到护士的时候 浪费了他的时间 浪费了精神 也浪费了父母的金钱 这个是有少少问题的 所以我希望家长呢 去做一个明智的抉择之前呢 都要了解这一件事 好了 那刚才你看到 我还有弹了这些棒出来的 那其实呢 在链招底下 刚才虽然说链招的八大 进不了之外 那其实呢 今年呢 政府多了一个科 在三年前呢 多了一个计划 叫做SSDP 那这个呢 就是政府呢 针对着将来的人力需求呢 其实有一些的津贴或者资助呢 是给呢 学生呢 能够可以入读这些相关的课程 其实你看到呢 互理学系呢 其实超过差不多三百个课程 那其实如果学生选择的时候 他将SSDP 关于互理的行业 摆下去呢 其实某程度上 都可以帮到他一个出路 那所以呢 这些课程呢 亦都是政府应受的 那所以呢 所以家长 你都可以放心 就是小朋友读这些课程 都不会太过说 读完究竟行不行啊 其实政府摆得下去呢 其实就是接受了他的发展的了 ok 好了 那除此之外 第二个了 就是工程了 好了 这个学生你看一看 他的成绩 三三三三四三 那么呢 有读理科 读工程 但是他没有读一科 就物理 没有读物理 入工程是很难的 因为物理呢 很多时候都是要 整个 rating是成高些 特别在联资里面 他一定是成一点五或者成二的了 好了 但是那个学生又很想入工程 但是他那时候 中三选科的时候 又没有想得很清楚 那怎么帮他呢 那好了 那我们又去看了 工程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家长觉得工程 是不是一定是炸铁 是不是一定呢 就是这个答案 我和家长谈 家长都是这样的 觉得工程就是这些为主 但是我自己去看就是 同学生说就是 我们撇除一切 不要想到别人好像说 只是炸铁那些 工程其实有很多选择 在这一类型的选择里面 究竟他想读哪一个课程 先 那在里面 每个课程有不同的要求 每个课程也都有不同的 不同入学的门口 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当学生知道自己 原来工程里面 我想读基电工程 那我们就开始去找一下 究竟基电工程 有什么课程可以入录 而在当中呢 我自己又去同学生去谈的时候 我就开始同学生去看 这几间学校里面 都有一些开办工程的课程 那在里面 其实可不可以在里面 做一个选择呢 那刚才那个学生呢 他最终呢 就读了这个DI的 《环境工程管理学试课程》 在这个课程里面 其实他 因为他有读那些的环境管理 其实他不单止在工程里面发展 其实有些的园林 那些那些呢 其实他都可以去涉猎一下 其实学生都比较多 这个视野就可以广阔了一点点 好了 那除此之外 SSDP 我又弹出来了 他里面呢 又有工程的 你可以看一下 里面呢 我都读了 若果同学们想读建筑 建筑 建筑中大港大 哇 天之嬌子才能进入 说真的 你没有那么多成绩 你基本上不想进 那但是呢 这个珠海 他开了一个新的建筑学 其实呢 他读完出来是同等的 其实没有分别的 那其实学生也可以选 珠海书院里面的建筑学 那其实他学的东西 因为我经常来讲讲 我们经常听 其实他读的东西 和中大港大没有分别 只不过是跟书院开办不同 那 而且很实在就是 他里面的实习过程呢 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所以呢 其实家长可以放心 给小朋友去读 另外你见到下面 比较多的那些呢 其实你见到DI 即是这个 职业训练局底下 一间大专校呢 你见到里面 也有很多课程的 那有些课程呢 譬如土木工程那些呢 其实都是Poly 那些为主 但是他也有开 其实他教的老师的质数都不低的 那他很多都是那些的教授 那这样的 所以其实家长如果 比如看SSDP底下 都可以给小朋友 入读这些课程 好了 那之后第三 设计学系 这个女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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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就 见到她这样的成绩 其实那时候 她进不了去Poly的设计 我们预计了她一定 其实她都很失望 因为她进来我们学校的时候 她一心就打算入Poly设计 因为她呢 在很多的设计上面 她都在我们学校里面 做得很理想的 但是一出了这个成绩 当然 她就哭了 就是进不了 好像什么都没有 那样的 其实那时候呢 我们安慰她 其实不是只有Poly可以有设计 其实很多地方有设计的 在里面呢 就跟她看了 原来这里几间学校都可以设计的 最低那间呢 就是这个 沙凡纳设计计学院 这个就是一个国际的学校 是学费比较贵 但是里面的课程都挺专业的 我自己也看过去里面 有时候她都来我们学校里面 去分享的时候 都说得挺全面 但是呢 如果你说学费那么贵 我不能读得到 我的经济负担真的不行 其实还有两间的 公开大学其实有些动画设计 其实都做得不错 我有学生里面读 而另外呢 DI里面的设计学院呢 其实呢 他所读的东西呢 其实都挺全面 特别我学生呢 读了时装设计 他读完之后呢 他现在呢 其实我这个学生真的很棒 他可以在这里 因为他的成绩不算差 进去之后呢 他拿了很多DI里面的 scholarship 甚至呢 甚至呢 他和政府去申请一个 多元学习奖学金 他呢 他呢 在他的暑假期间 他读第三年了 两年暑假 他都去了 这个欧洲的地方呢 去读那边的一些大学的 一些短期课程 而读完这些课程呢 和DI里面的学分呢 是共通的 那就是同学子进了DI 其实他的空间可以很阔 那还有呢 如果他在Poly 我坦白说 他在Poly 他未必做得到 未必做得到 在这个课程里面 比较高的同学子 但到了这里 他比较高的时候 他的资源自然而然 他会拿多了 那其实对他的视野的开阔 开拓呢 其实是有个帮助 好了 那接着呢 BBA了 我不知道有几个同学子 是家长想小朋友读BBA 这个就是我两个学生 下面那个呢 是有一个SEN的背景 就是他有少少 那个特殊学习需要 那好了 他的成绩 如果你进入USD的BBA 进ConU的BBA 其实进不了 一定进不了 那时候说的是 你起码要23-25分才进得到 那 如果是这样 是不是他没得走呢 那其实呢 我自己有同学生说 其实你不要只想着那几间 那几间你试完之后不行 有什么选择呢 其实呢 回去抄 大家可以拍照的 又是 香港读BBA 大有学院是开办的 那里面这些全部都是 一些学士学位的课程 那你在里面呢 其实这几年 我也多了学生 选择这些BBA的课程 特别恒生管理学院呢 我多了学生进去里面读 那里面呢 因为他所读的东西呢 其实都是 跟其他BBA是没有分别的 而且呢 他们的实习的时间 的经验呢 其实都是同等的 那所以呢 在里面呢 学生所学到的知识呢 某程度上 都是真的 是不会输涉过别人 那而 我自己有时候 都邀请狗生回来分享的嘛 我可以这样说 他们在这里学的 presentation skills呢 有某些学生 是真的呢 比某些大学教出来呢 其实presentation skills呢 是强一些的 就是我自己去听下去的时候 我自己因为有时候 听他们的present 怎么present呢 其实我自己都要去 去下年找他回来的嘛 有些呢 其实是弱一些的 我觉得 但是呢 他们在这里 因为多了机会出来 去表达他们自己 一些想法 或者多了机会 去参与一些活动 其实呢 这个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了 那最后我的学生呢 那再选择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讲了 就是家长就最主要问 就是 读完认不认受的啊 行不行的啊 我儿子说 有些是五万多六万元 这样进去一个学期 那家长我相信 都可以认低这一页 那这一页呢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 就是 若果你要读一些 读一些Degree課程 其实呢 学生呢 他们读这一道 二十间的院校呢 其实是认受的 为什么呢 你看到下面有一条法例的 其实呢 政府在这条法例底下 规定全香港这二十间的大专校 可以颁发呢 在资力架构五级的学士学位课程 那如果去读另外这些呢 就可能要做学术评审的评审了 但是这二十间里面呢 其实基本上就不用去评审 去读完的资力 是和八大一样 所以呢 如果我们去帮小朋友 去找他的方向的时候呢 某程度上可以从这个资料 去做一个参考 去找一找 好了 那接着 最后一个case 就是关于幼儿教育 好了 我这个学生呢 你看到他的成绩 不是那么好的 而且通识是一 是不是 那就糟了 进不了幼儿教育 但是幸好 他有五科 五科 level 2 是不是 好了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跟他说 你这么想做幼儿教育 我们当然会问他 为什么你这么想做 我们通常做辅导 不是说你想读幼儿教育 是推你去读的 我们通常就会问 为什么你这么想读 那个小朋友 某程度上 他说了一些经验 说了一些中学里面 因为我学校搞义工服务 很多时候去幼儿园 那里做义工服务 他呢 其实说了有几次去参与一些经验 其实他说了给我听 觉得他其实真的 在这方面可以发挥 也都见到他平时做事 其实都挺有爱心 也都挺仔细的 其实见到这些小朋友的特质 其实很多时候 谈完之后 觉得如果是的话 那不如告诉你 有什么幼儿教育的发展 那在这里 除了Ivy的幼儿教育之外 其实很多时候 就还有这一堆的院校 都是开幼儿教育的课程 那其实这些幼儿教育的课程 是不是比其他差呢 不是的 而你里面见到 其实某程度上 这些院校 他们很多时候 他们的实习 刚才耀宗我听到 其实很开心 就是他会给小朋友 去一些特殊教育机构里面 去实习 这个也是一个 开拓小朋友 视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会 那其实呢 读完之后呢 其实他都一样 是拿到一个幼儿教育的资历 教师的资历的时候 那为什么不让小朋友去试呢 那我们说 一定要入八大 比如CU 或者是教育学院里面 那个幼儿教育的课程 其实个位置又少 但是如果他读完这些高级文贫 再慢慢升上去 存回一定经验 其实对他来说 是有一个好处的 那所以呢 最终我们都希望 小朋友 找到他自己想找的东西 也都希望呢 他们能够可以 站高一点 望远一点 看看这个世界有多阔 然后跟着 在这个世界这么阔的底下 他如何去做一个 知情的选择 这样 OK Raymond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 非常有经验的专家 可以给到很多很好的资料 如果我当我是一个家长 我听完之后 真的很有希望 我的小朋友不怕了 很多东西可以读 总有方法可以读到书 但是下一步 反而我又要头痛 那我怎么帮他去选择呢 因为有这么多选择 的情况下的时候 究竟 什么才会是我的小朋友 他选择的方向呢 其实这个都是很多时候 有家长或者是同学生面对的困境 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做辅导的时候呢 我们会跟同学生说 其实叫他坐下来聊聊天 聊聊天 不是说做什么 很专业地去辅导 聊聊天 其实聊几件事 第一 问一下他平时他最喜欢 或者他平时最希望做些什么 在他那个 或者是平时中学里面 实际上他六年的中学经验 其实他面对了很多的一些活动 在里面他哪一样东西最投入 勾回同学生里面一些他自己的想法 然后同学生呢 很多时候就说 没有啊 我没有的 什么都没有的 最兴趣的 然后他说没有的时候 你不用太灰心的 你就是说 怎样都好 学校里面有这么多活动 你试一下排 你最想 现在什么都不要考虑了 你只是想排 你想做什么 其实学生排了次序之后呢 其实某程度上 看到他有一些特性的 那些特性呢 比如可能我有个学生 他刚才我才跟苏先生说 游泳 他游泳很棒 好了 他只是懂得游泳 但是当我和他谈辅导的时候 他什么都不懂 他说我不懂 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可能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他游泳学校里面 水游会有这么出色 然后呢 他自己呢 他那个有时候 又是真的教水的 其实看到的时候呢 其实某程度上 就跟他说 其实游泳方面 你会不会想着有这方面的发展啊 那其实聊聊聊呢 其实学生想想想 其实都可以的哦 游泳可以的哦 那接着呢 就慢慢开始和他探索了 游泳上面 其实你可以在教水之余 还有什么可以去学呢 那其实这个儿子呢 其实最后呢 他选择了就是没有再进修了 那但是呢 他就选择了和几位同学仔呢 合资一起开了一间公司 那就是教游泳 那现在他就叫 常常教小朋友去游泳 学游泳 其实这一样东西呢 其实我见到小朋友 若果他找到他一个兴趣 或者找到他那个 有potential发展的能力呢 其实他自己呢 是会愿意再去动多一点点 然后跟着呢 我们做父母 或者做老师做什么呢 其实就帮他想一下 其实有些什么 他真的可以有potential发展的 那给他一些机会 给他一些空间 那让他慢慢慢慢呢 去探索的时候呢 最终呢 我相信每个小朋友 都一定找到他自己的方向 这个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时候 一个的信念 明白 我想现在都很多 其实现在年轻人 我们都觉得他们都很聪明 他们其实认识很多东西 其实也很多时候 不用我们去特别提他们 他们都会知道怎么去做 但问题就是 很多时候 当他们读完书出来的时候 再去做事 就是踏入一个做事的阶段 那其实他又是否真的 可以将他的特质 可以发挥出来 又或者他的优点 其实他是不是真的 自己都知道呢 我想梁先生 因为在一个雇主的角度 都可以给到一点点意见 好 大家聊聊天 我也很惊讶 苏先生 请我来的时候 我也想着很多学生 原来大部分都是家长 我想问一问 这里的家长是中学生的家长为主 有没有小学生 有没有老师在这里 有 我看到之后 我自己也有一些感受 苏先生刚才也介绍过 如果我用回我前一份工作 一个广告的术语 我一说大家都知道 始终都是妈妈好 知道什么产品吗 花生油 都没有花生油 在这里 这个现场 真的看得到 始终都是爸妈好 大家都来了 其实Raymond刚才说的 我都觉得很对 是一间公司 其实我们去请人的时候 当然我们一定会看回 我们自己的公司 最大的工作上 最要注意的是什么 比如我们以前在食品公司的时候 就是要留心 这个学生 我们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都是学生 就是他有什么习惯 他的习惯做事 少不少失 因为在食品行业里面 大家都知道 你不小心的话 无论你是做什么职业 你是做一个计划 也好 你如果不懂得写一些程式 去令到质量控制是准确的话 那也很容易出错 或者譬如像现在我们做数码 和教育有关 那就是要如何清晰 这些小朋友 我们的同事 他去工作的时候 他会不会检查一些东西 是肯定 我们所教的知识 不要搞错 这些就是在行业里面 我们就叫做死穴 小朋友一定要学会 你们可以去教他们 未出来工作之前 每一个行业都有死穴 那可能酒店就是 一定是宾之如归 那你做什么 你进去的时候 你也要有一个很包容的礼貌 所以这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其实在我们去聘请人的时候 除了一些很高的职位之外 我们也是 刚才Rainman 你说在学校里面的事情 其实第一步进去一间公司里面 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之前也说了 第一就是学习那个习惯 你习惯了迟到 你习惯了做事 不小心去不查 全部人都是一样的 我相信你们大家自己都有工作 你最希望和一个人做事 就是不会做错的事 不用他一定很厉害 不要做错 你就自然有机会 然后才去到心态 心态是什么呢? 其实在这里大家都看到 做老师的热乘心态 老师的热乘心态是 去追求知识 如何去教学生 我们去面试的时候 我们都是最重要的去看看 这个小朋友 其实是有没有一种热乘的心态 他做事 他会不会投入 兴趣很重要的 我们都会问 我们这些基本问题都会问 就是你的兴趣是什么 有些说不出 但是说得出 也可以说是没有内容的 其实是真的 我们不要紧要你去读 什么的科目出来 但是第一件事 我们去问你的时候 你一定要说出内容 那是什么呢? 我觉得兴趣是很重要的 第一 你喜欢做的事 第二 就是 你想赢得到的兴趣 就是有一种追求 你不要只是兴趣 而你没有那种心 譬如像游说一样 你没有那种心 去拿到一个冠军 或者得到一个奖项 还有一个 第三个 也有兴趣是什么呢? 就是 你要知道的细节 像你刚才说的 医疗 其实我喜欢医疗 但是我知道了 原来医疗可以分成很多种东西 我们很多时候都举一个例子 譬如我们请司机 有两个司机来面试 一个司机 他说我开车 没问题的 你放心吧 我有排队 有两个排队 什么都有的 另一个司机 他除了有这些之外 他还可以告诉你 我从这里去到尖沙咀 有多少支红绿灯 有多少个左转 有多少个右转 这些就是细节 公司请人 是请你干什么呢? 希望你能够将程序 蒸发 折省成本 或者增大利益 所以当小朋友说他们的兴趣 说了之后 又等于没有说的话 或者好像刚才那个司机 我第一个司机 就是他说了 等于没有说 因为每个人都有车牌 才来申请这份工作 对不对? 但是你去哪里 你又不知道怎么去 对不对? 或者你去的需要的时间 你多少 你又不知道 因为那些订单 例如我们有些食油 是派给食肆的 有些面粉派给食肆 在中间要停很多 如果你自己都没有这种概念的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 你一天送到多少 能不能够准时送到 所以这些其实是很基本的东西 我们去给一个学生的机会 就是看这些东西 梁先生刚才说得很好 就是说 其实作为一个雇主 都希望那些年轻人 畢業出来之后 工作的时候 可以有三方面的优点 就是他要一个良好的习惯 要懂得去看细节 以及可以发挥到自己的兴趣 但是我想如果从教师和老师的角度 其实现在我们的年轻人 其实他们 第一 他们是否真的可以在这些方面 都有这个特质 以及就是说 其实如果应用回选择的时候 又怎样可以配合到自己 而畢業出来之后 将来是可以找到 适合雇主厚味的一些工作呢 其实我自己会这样看 因为在学校里面 很多时候 我来做生学就业 其实做老师 或者教学生 不是割裂 或者是教你升学就业就算 其实很多时候 他们的上学的表现 或者他出席的时间 那个准时 其实这个 我们都在教他们 譬如我今年 我管理中五和中六里面 一个的吸集会 其实我中五的吸集会 对学生来说 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8点 8点2 我要他们进来 8点3 我就关门 不让他们进来 其实学生觉得我变态 讲得简单一点 你为什么会这样的 他一迟 我就真的不让他进来 我完整所有唱试效果 我才再让他进来 但是我最后 我辅导学生的时候 跟他说 我不是教 我不是我的执着 我是教你一个态度 你要守时 你不要守时 你将来 如何面对社会的挑战 如何面对公司 对你的要求 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在言谈间 去辅导他 或者去训辱他 的时候 让他们知道 那我在上次 未来一个星期 我不知道 因为测完研 他们通常都松散了 上个星期 其实我很开心 就是我零学生 是迟到进来的福利堂 其实学生是可以训练的 我觉得这一件事 其实我们会去做 第二 至于在学生 例如如何去找到 他们的兴趣 能够具体一点 其实很多时候 现在学生 他们在做一些 我们帮他们做一些 其他学习经历 或者他们在做一个 我们叫做 学生学习标准 其实很多时候 就将学生 一些具体的东西 全部放入文件里面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去做辅导 就是看着这些文件 之后 就叫学生 比如说某一个活动 其实为什么 你会这么耐力地参加 比如说 你看到四个 幼稚园参加义工 其实就叫他在这里 可以说多一点 其实不断说的时候 我们就不断将他的兴趣 和他的实际经验 能够可以 是能够可以具体化他 然后 接着我想这一件事 其实第二个部分 就是我的学生 就是比如做辅导的时候 他坐在这里 我每人给你一分钟 你去present 你自己的股票 其实这一件事 我不知道会不会 好像见公似 其实都是要给他们 自我介绍的 其实学生这样说 其实某程度上 他又真的说得到 他自己的故事 当然在里面 有些情况要继续 坦白说 有些学生表达能力比较弱的 那你慢慢再和他继续 但是起码学生 原来他有一些 学习经历的基础 然后跟着 是深化到他的兴趣 跟着present 其实这个很多时候 我们学校会教他的 从而 再放在选科的时候 其实就告诉他 如果你是有这个兴趣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就着 什么的方向可以去发展 还有带他们 想阔一点 其实你的兴趣可以 很多元的时候 你怎样可以在 多元的选择里面 去里面做一个决定 最终就是叫他们 真的要看资料 那么你这么多兴趣 这么多课程 那你怎么找 那就比较一下 不同课程资料里面 究竟每个课程有什么特色 最终就是拿一个决定 刚才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兴趣 因为我之前也听过 有不同的学生也提过 就是说 比如问他选科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们很多时候 第一个反应就是兴趣 但是问题就是 通常学生的兴趣 你知道很多知多彩 他这么多知多彩的兴趣 当他选了一个科目的时候 其实到将来 其实是否真的可以帮到他 我们毕业之后 再出来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什么叫合适的工作 我想在家长的角度 和在学生的角度 都蛮不同的 对吧 有时候我听到他们都说 爹地妈妈说 那份工作好 但是我又未必有兴趣 但是也做了 我想到这些时候 其实我们又怎么可以 去帮这些学生 他们去 或者应该这么说 应该我们给了什么的意见 是家长 来帮助他的子女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做辅导 其实很坦白说 第二个挑战 就是家长 其实很多时候 他会有个想法 就觉得我小朋友 要从ABC这几个行业 做是最好的 很多时候 小朋友跟我聊的时候 我也试过 有些小朋友 真的跟我聊的时候 聊聊聊 因为他觉得回到家很为难 因为当我发掘了 他有个学生 其实很喜欢戏剧 但是回到家 他跟妈妈说 我想戏剧 妈妈就骂了 骂他 其实学生回来 就回来 不是骂我 就是骂我 我都说不穷 妈妈说的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就会和学生说 首先第一件事 我欣赏学生 你有勇气表达 你肯和妈妈说 你自己想做什么 妈妈未必了解 那个行业 是什么 其实我跟学生说 你可不可以 带妈妈 爸爸去了解一下 APA的Open Day 他去了解一下 看一下 其实究竟原来 戏剧是否真的不能发展 这一件事 第二件事 与此同时 我都跟学生说 你要去想一件事 就是戏剧可能是 你最想做的事 但你有没有第二个 第二个的 第二个选择 其实你是可以再发展的 其实这个学生 他本身是读 现在高中有个 叫应用学习课程 他读航空学 其实在航空学里面 他其实在做一些飞机维修的工程 其实在里面 学生对飞机维修 他也有兴趣 那我就开始跟学生说 其实你可以 譬如读飞机维修 这个可能是你的一个正职 但与此同时 你可以将你的兴趣 成为你的一个副业 你可以在另一个 在剧社里面去发展 那其实学生 就会觉得 原来我有出路可以走 但与此同时 我都跟学生说 你当然要跟妈妈 说清楚 跟爸爸说清楚 那之后 有时候我们就会 若是需要 就家长来学校跟我和他聊 就跟妈妈和爸爸聊 跟他说 其实小朋友 真的不是单一 只是有一些行业 因为他妈妈很想去做那些金融 那些东西 这个是很正常的 因为香港是金融社会 一定是很想去读这些东西 但我都要跟他妈妈说 其实这个是你的想法 但我们会不会 给个空间小朋友呢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就要做这个家长的工作 有时候家长 他们听就听 不听就会骂你 对吧 那不要紧 我们这些我没什么所谓的 说真的 我们的立心就是一件事 我为了你的小朋友好 你现在不明白 不要紧 但是过了三年五年 你小朋友是生活得开开心心 其实家长我相信 你会回来感谢我 或者你不感谢我 也好 你在心里面 你知道曾经有一个叶某人 跟你谈过 我其实就已经满足了 这样 刚才提到就是在兴趣上 去出发 然后去找一份自己 找一个適合自己读的科目 然后再去找一份適合自己的兴趣的课 其实我想这样听下去 当然很多学生都会想这样 但是其实是否真的可以这样做得到 或者我刚才梁先生 也和很多年轻人一起工作 会看到有些感受 我想这个机会其实不高 但是当我们面试的时候 我刚才在面试的时候 会问到你兴趣的 是其实看一看他 是否真的对自己有些认识 以及如何去表达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我自己也有好几个例子 譬如有些 我曾经有几个出色的同事 譬如第一个是 读人力资源管理出来的 他进入我们公司两年之后 最后他做了我们在香港区 做面粉的销售经理 而且一直做到现在 超过了十年 他也做得很出色 譬如有些读人力资源管理 他做了两年之后 反过来做了人事部的经理 所以这些配合 其实到最后 我想告诉大家 在学校的环境里 和出来工作的环境 是很不一样的 在学校的环境里 尤其是现在的教育 我都不是认识的 很心急 希望这些小朋友 学很多东西 我举个例子 每天一篇 今天读完一篇 明天已经读第二篇 后天读第三篇 其实那篇内容 说什么 它消化 也消化不了 它没有办法消化 它如何在里面 栽培到的兴趣 是很难的 但是当你出来工作的时候 无论你是做高职位 低职位 大家都有工作的经验 大部分的工作 是重复的 是每天重复的 只要你对工作 稍微有点兴趣 你稍微给一点点注意力的时候 你会在那份工作里 是表达到你真正的兴趣 我们栽培人也是这样的 就是我给你六个月 六个月 六个月 让你去试一下 在六个月里 你自己要去找到 以及公司也会提 就是你的长处 其实在哪里来的 比如我刚才说 那个人事管理出来的 我们放到他去销售的时候 就发觉他很懂得 用一些人事管理的精神和学识 去带动销售团队 他自己很投入 很喜欢 我觉得你喜欢的话 就是可以发挥在这里 找出真正正正对的兴趣 做IT的也是一样 为什么做IT的 为什么变成HR Manager呢 就是因为他很留意的细节 他能够将聘用人 培训等东西 他在写电脑程式的时候 写得特别好 让他去写其他东西也好 那我们就索性给他放在里面 让他研究清楚 明白清楚 人事管理和电脑程式 最能够提高工作效率的 在哪里来的 他做得很成功 所以我觉得 大家一定不要提到担心 因为做父母的担心 我都明白我也是父母 但是学习 在学校的学习 是一些基本的知识 就像我刚才说的 其实在学校 除了老师之外 家长也要教识 那些小朋友 如何看你十几年的过程 又不懂得 进来就傻了 而且第一天上学就会哭 到你在中学毕业也好 大学毕业也好 你能够知道这么多 其实你已经过了五关 斩六仗过了很多关 你已经懂得很多 在这个历程里面 有老师 有校长 去编排你 每三年 每五年 你应该有什么进度 我们就要教识学生 其实你的人生的编排 都应该是这样的 离开了学校之后 我要看看我每三年 应该要学到什么 将自己增值了什么 我有什么增值的能力 可以每三年 五年一直加上去 你就自然会有一个出色的 可以说是事业生涯 不用太紧张 不用太早去心急 其实在工作生涯里面 你越能够学得精 将那件事由精去变 是很重要的 我们经常说 譬如说一个小朋友 他出生的时候 他第一次叫爸爸妈妈 你开心得不得了 但在他的脑海里 他知不知道 什么叫爸爸妈妈 在当时是不知道的 要再大一点的时候 才知道 原来我和妈妈的关系 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再迟些才知道 爸爸妈妈和妈妈的关系是什么 所以 知识是累積 同样等于技能 都是要累積 我们很多时候都说 我们要求知 是一样的 学生 做人也是一样的 求知 求明 求解 求到用 用之后 你要转 然后你才可以变 像刚才那样 如果一个小朋友 他对于 知道了爸爸妈妈的关系 然后 他对于身体的结构 很有追求欲 很有希望他明白 读到中学的时候 他只是明白 读到大学的时候 他可以更加详细去分解 知道了 在身体的结构 药物的结构 Science 他慢慢 他真的可以变成医生 变成医生之后 他自己可以再去变化 去发明一些新的药物 发明一些新的治疗方法 所以 这个学习的阶段 其实 不要让他跳 尽量不要让他跳 如果你跳了 就好像 你永远都停了 一个阶段 就是 我只是听过那件事 我只是模仿那个声音 但是 我不知道那件事 是什么事 我也不可以在那件事上发挥 那 你就会令到他的生命 可以这么说 读书只是十几年 做事有四十年 你要令到他后面的四十年 是对某一件事 某几件事 是很丰富 你就不需要担心 他做事的技能 不需要担心他事业的前度 好 好 我想 我一直和他们聊的时候 其实都看到一件事 就是 如果我们要帮我们的子女 去选择科 或者升学 其实最重要的第一 就是 当然分数 这是一个 没有得避免 一定要面对的问题 但是 其实当去到兴趣的时候 反而单单 純粹看他兴趣 其实是否真的 他将来可以 选择对的科 或者做的东西 其实也未必一定 反而比较重要的 就是刚才大家提到的一件事 我自己觉得也很赞成的 就是 是去看他自己本身的特质 他的能力在哪里 而将他这个能力和特质 发挥出来 对不对 就变成了 无论他在选择什么科 或者出来做事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向 对 他可以继续走继续变 不需要太担心 不是一定说读完那科 糟了 如果我选择不选 将来出来就没有了 就是没有了 好的 因为时间也有限 我想最后 两位都可以 给大家一些提示 大家可以拿回家的就是 究竟怎样可以帮到 我们的子女 去发掘他的特质呢 好 那我先说 我想就是一件事 可能 多小时间给个小朋友 可能跟小朋友 真的要谈一谈 其实他可能成长的经历 其实他有什么 喜欢的地方 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 就是说 有个小朋友在学校里面 跟老师去分享 他在学校里面平平无期的 但是呢 其实当做完刚才 Fanny说的 Hollong Code的实验之后 那个练习之后 原来他是一个医的人 他从来没有做过学会里面的主席 但是原来 再跟他谈的时候 了解原来这个小朋友 其实是追星会里面的组长 那其实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其实原来小朋友 有个空间是发展的 那譬如家长 和小朋友 有时间和他了解的时候 那其实呢 可能在这些蛛丝马迹 我们会看到小朋友的特质 或者是擅长的方向 那然后然后 再给一些机会去发展 第二样东西就是 现在其实小朋友读书 的压力真的是大 那某程度上 我想我们做家长的 就是我们都要看一下 怎么样能够可以 给个空间的小朋友 去里面 他有一个舒缓 那成绩是重要 但是成绩不代表一切 其实这个也是有时候 我和家长会分享的一样东西 对 文先生 我想分开两个方面 我相信大家有经验的家长 或者是老师也是 软件方面 在十一岁之前 你可以教到小朋友 有很多有关于道德 品价这些东西 我觉得尽量争取这个时间 在这个时间空间里面 去培养它 这件事是最重要的 它是真的可以用于一生里面 它的人际关系 它和别人如何去看事情 如何为社会造福 这个很重要的 现在的社会是一日千里 其实昨天是一日千里 未来是一日万里 就是科技的发展 昨天我们也听到有些人 可能拿了科技来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 将来这个影响更加大 所以我特别强调 科技我们自己知道一日万里 我们也影响不了 它只会比万里更快 但是我们影响得到 就是我们的人性 性格 小学阶段 不要太急 主力是栽培好它的品德和性格 到中学开始 才会在技能上下一些功夫 技能也不需要太急 因为我读书的时候 我读电脑 和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 未来也是一样的 今天做一件事可能是A、B、C、D 四个程序 明天可能只剩A和D 甚至没有变成E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你们不需要太急 放些空间给孩子 将来他有没有空间 去想到D出来 就是你现在给他的机会 多谢梁先生 我想今天时间也差不多 再一次多谢Raymond和梁先生 多谢大家分享 多谢大家